足血杯这个四分之一的比赛将在21号22号进行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四场比赛 21号进行的两场比赛是南京城市在主场面对成都荣城 那么山东泰山将在主场面对的是河南队这两场比赛 首先我觉得山东泰山这之前的三连败 球队备受压力的情况下 崔康熙及时的回队 那么调整球队 而且在最关键的两场比赛当中能够拿下 这个基础亚冠精英赛 同时能够在主场三比零战胜成都荣城 让山东队我觉得一下子缓和不少 球队呢这个在人员积极不整的情况下 球队大腿又受伤的情况下 那么能够做好很好的调整 那么也为这个像克里桑啊这样的球员 赢得了很好的种喘息的机会 其实最关键的球队在这个上一场比赛啊 对成都荣城的联赛当中 做了大范围的这种轮换调整 即使很多队员也上场比赛 但是毕竟啊他不是全场消耗 你包括这个卡扎伊士维利啊 这样的球员 那么做了很好的种保留 那么体能储备 恢复会更好的情况下 山东泰山可以在主场啊 全力以赴的去面对这个足协杯的比赛 大家也知道啊 山东泰山对足协杯一笑非常的重视 一个是呢 这个杯赛啊 这个也不仅仅啊 就是个激励 现在呢他是起腿 为啥说呢 就是足协杯的冠军 就能参加亚冠精赛的这种正赛 是吧 而且这个正赛呢 现在来说至少有八场小组赛 是吧 那么小组赛阶段 你至少可以拿到八十万的出场费 你再赢几场球 是吧 至少我觉得一百万的出场费加奖金 是稳稳当当的 稍微好一点的话 挣上千万人民币啊 对球对来说 也是可以实现的 所以说山东泰山 既要荣誉耶隆德实惠 这个足协杯一定要去争 而且球队今年在联赛当中 即使保留着争四这样的一种局面 但是呢 足协杯我对他来说更为重要 再一个呢 就是九月份呢 要开始亚冠联赛 所以说这个亚冠精英赛 和足协杯的比赛 一定是他更为看重的 而且呢 这个山东泰山 我觉得从人员调整当中 这段时间能够看出来 就是97年和这个99年出生的 这两批的队员 在球队当中逐渐的 我觉得能调起大量来 在关键比赛当中 让大家也能顶上去 还有就是年轻局员 在关键时上 这个战术执行力 我觉得执行的也不错 你包括买乌朗 赵建飞这些球员 逐渐的也是能够进入到了 主力阵容 对战术执行方面 崔康熙还是比较的满意 再加上我觉得马赛尔 他们这些队员的融入 球队呢 在这个足协杯比赛当中 我个人感觉啊 泽卡都可能会上场 比较比较 让他活动活动 这个看比赛的情况 那么至于的对手 河南队来说 我觉得南极一啊 这个刚十几天饱饭呢 怎么就开始嘚瑟了呢 是吧 这几轮比赛 河南队打的确实有点 这个松瘟的 松的有点过分了 这个连续三轮 面对这个宝级球队 球队是一平一胜一负 关键是啊 你面对不同的对手啊 球队打的确实莫名其妙 即使凭南同志云那场比赛 也凭的是对手 送的乌龙球 自己方面 根本没有上下表现 再加上上一轮比赛啊 这个河南队 你说 不但输了比赛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 这个教练乱点 约阳谱 那南极一啊 你把这个特尼奇 为啥换到边一位上面 他是有犀利的突破 还是能够 这个 阿奇姆彭附体呢 是不是 再加上 你包括后场队员 这个黄瑞峰的使用 还有这个 叶利江 阳阔 很多人都可以打 这个边后卫 为什么这个边后卫 位置上总调整不好 而且南极一啊 总喜欢这个别墅心菜 我觉得战术调整当中 一让队员 就是非常的模糊 你说这个球队 这个非常疲劳 那么伤病又多 但我觉得 你最起码吧 用人当中 你得用到他的长处 这个主体的这种阵型 框架 战术打法 不能老变 是不是 现在看河南队啊 我觉得这场比赛 课上作战 就是山东泰山的这种 高位逼抢和这种 定人战术 接着打下去的话 我觉得河南队 是很难挺得过去的 就即使阿奇姆彭 德尼奇 这个 你包括 这个 现在有上的 这个麦娜娜 都能够出战 你再加上 这个 纳萨里奥 这个四大半元 就即使能出战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也是 矮半截的 所以这场比赛呢 看好山东泰山啊 能够啊 这个 成胜追击啊 记录到了 亚冠的这个 这个足协辈的四强 那么他四强之后呢 面对的对手啊 是成都荣城 和这个南京城市的 这个胜者 那么这场比赛啊 我觉得悬念也不大 首先呢 南京城市在这个 中甲联赛 刚刚恢复的 第一场比赛 克上就1比5啊 输给了辽宁铁人 这个被人打的 就是找不着北了 球队在这个 快速结构当中啊 这个高强对抗当中 明显跟不上盘 而且在对方这种 B强下 这个失误连连 那么就即使 我觉得球队 做一下调整 这个几天时间 对他来说 联赛 这个 刚打完 然后再去打这场比赛 中间这种修整期 球队可能很难 能够完全坚固 就即使全力以赴 他现在可能说 放着联赛 也不会掉急 那么这场比赛 他全力以赴去打的话 我觉得 他也应付不了 成都融成的 这个攻防节奏 和这个中场 拼抢的强度 首先成都融成 上一场比赛 即使0比3输为了 这个山泰山 但我觉得 他的基本战术 还是打出来了 在对方这个盯人 和高位逼抢下呢 我觉得 即使是 这个战术打的 不是非常流畅 但是也创造了 多次的这种破门机会 而现在这个 确实20多条机会当中 至少有8个机会 是该进球的 队伍啊 可能就在心里 打得越打越急 很多的射门呢 这个角度啊 找的我觉得不是很好 也有的射门 过于发力 所以造成结果呢 就是这个 很多球 都没有把逼运机会 转化成进球 再一个 上场比赛的门将啊 就王大黎 确实有点这种神龙附体啊 这个反应非常的快 而且呢 有的球是连续反应 连续两下的反应 都超神速 这一点 确实没想到啊 而且王大黎 我觉得越牢越腰 越是逆境情况下 他越有超长的发挥 所以这个 成都 其实上场比赛 我就输给山东 他也 这场比赛呢 按照自己原有的这种东西 给他打出来 南京城市 我觉得顶不住啊 他这种战术转换的这种速度 和这个 多点开花的这种战术 成都中 这场比赛过关 应该也不是问题啊 另外的两场比赛呢 是22号进行的 也是关键比赛 这个上海生花将在主场 对北京国安 这个上海海港 在主场对的是天津金门湖 这两场比赛 我觉得强度 要比之前更大 首先一点呢 上海生花 在德北战当中 3比1战胜海港 这个世袭正棒 而且球队呢 会坚信自己的战术打法 什么 就是这种高消耗情况下 自己啊 比别人更有后手牌 第二个呢 我觉得上一场这个比赛呢 打下来之后 其实我觉得 对我做了很大的这种消耗 但是我觉得 好在哪儿就是 自己始终处于主动的位置上 而且有着四五天的调整 又是逐上作战 基本上我觉得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再一个呢 你看啊 球队当中几个伤病队员 包括停赛的队员 尤其像那个杨泽祥 都可以回归打比赛 我觉得包括马来来 稍微有点伤 那这场比赛呢 也可以出战 球队呢 在人员相对齐整的情况下 其实关键就是在于 人员怎么去使用 把那个菲尔兰多 在别路上 我觉得用的又好 尤其他 我觉得拉到这个左边 比的右边 可能在深花的战胜体当中 打得更为出色 再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杨泽祥回归之后 也可以让这个 徐浩阳 回到自己更熟悉的 这个左后位位置上 陈静怡啊 稍微显得有点磨躁 防守当中 我觉得动作是过大 第二个呢 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卡位 不是很准 所以还是啊 需要更多的力点 那么中前场这些队员 首先安内路易斯 这两天 这个几轮比赛下来 连续进球 状态很好 而且呢 这个强点的意识啊 确实更胜一筹 再加上这个 某些的马来来 他们回归之后 这个中场的队员 这个 一个是高天翼 第二是汪海健 我觉得在中场的串联当中 已经是 会上之间形成了默契 相比较来说 我觉得北京关 一个是客场作战 那第二个呢 就是深花要憋这股气啊 因为联赛当中 客场输给了北京 这场比赛要给他打回来 所以说这个 主场这场比赛 不仅仅是 我觉得足形别的晋级 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复仇 因为足形别的冠军 对深花来说 也至关重要 因为这是亚冠 精英赛的正赛的一个名额呀 那么北京国安 那么这轮 这个今年整个赛季 应该说拿到敌四 基本就这样了 他后面的比赛当中 这个 就是九月份回来之后呢 对于成都中成了 一场关键战 剩下的比赛 基本对手啊 都是相对比较弱 北京国安容易过关 北京国安这个队 今年呢 也总是在热地身上 容易这个栽跟头 所以球队的发挥 极其的不稳定 到打北京国安这场比赛 这个打上一身花啊 北京国安还会 就进入头来的 但是我觉得北京国安 现在的 苏亚特斯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战术 非常的这个不清晰 人员使用当中也是一样 即使上一轮比赛啊 我觉得打平当中 有很多的地方 他是想保留实力 你包括这个阿德本罗呀 这个张锡哲呀 很多队员 他都就是轮换使用 希望这方人有更好的状态 去面临足球杯的比赛 我觉得因为战术不清晰 第二个呢 就前场对人员的这种使用当中 有很多的问题啊 一个是张玉宁和这个 发比奥 共存的情况下 谁围绕谁打 这个不清晰 第二个呢 就是把握机会方面来看 这个传球的这种 威胁性来说 中场这几个球员 林良明啊 那个杨丽渝啊 包括这个王子明 我觉得还是差一些 所以球队呢 这个整体来说 因为这个人员的 这个始终不固定 球队呢 发挥呢 也是就是飘忽不定的状态 索亚利斯 我觉得是第一责任人 能不能够让球队回到 今年曾经的那个 五连胜的那种状态 更多的 我觉得阿德本罗 方浩这些队员 有特点的队员 而且呢 战术更明确 就是中场这块 张细哲股家 能不能打好 现在持中国的状态不错 但整个来看呢 我觉得现在的北京国安 就是打拼消耗 让客场的话 他更难跟神话去竞争 当然啊 张玉宁这场比赛 因为足协杯嘛 他不是一道 这个联赛的竞赛 他也可以上场 但总的来说 我觉得 这场硬仗当中 双方呢 在这个拟赖窝王当中 还要拼消耗 就是抓机会的能力上面 这个上海神话 更强一筹 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连续消耗的情况下 就是 替补队员的这种战术能力上 神话更胜一筹 因为神话这块啊 这几个老将 神经百战 一个是余汉超 第二个呢 我觉得你像 谢鹏飞这些队员 其实也算是老将 近三十岁的队员了 这个技术性更强 跑动能力也好 而且逐上作战 我觉得上海神话 这个又是一场 这个高对抗的 这种消耗战 会消到最后 而上海海港呢 这场比赛呢 他对的是天津金本虎 海港啊 输掉了这个德比战 但我觉得 依旧啊 在联赛当中 有两分的这种领先优势 所以说呢 我觉得并没有到了世界末日 只是说 没有完全确定啊 这个夺冠 或者是联赛冠军的归属 那么后面的比赛当中 上海港的赛程 也并不是特别的难 那后面六轮比赛 这对于上海港来说 需要分神的后面的比赛 也就是这个 要这个九月份之后了 那么这场的亚冠比赛 球队上一轮联赛 这个对于德比战当中 消耗极大 确实对球队有一些影响 当然我觉得像如萨呀 你像这个奇达迪尼 这些球员 这个应该问题都不大 第二个呢 你像这个巴尔加斯 这个都是在六十多分钟 就被换下 那么他们因为被动的 上一场比赛 这个位阵红盘伐下嘛 所以这个造成了 被动的换人 这个乌斯卡特 也出现了一个 对比赛整体局势的 这种估算当中 出现了失误 所以这场比赛 面对天津金门湖 这个及时地上反扑的 再紧 联赛当中 我觉得上海海港 只要把自己原有的东西 坚持打出来 就像打上海深花的 那场德比战的 前二十分钟一样 按部就班的去 把这些战术打出来 他依旧会占据 场上的主动 就是防守当中 我觉得需要有 更好的这种设计和保护 第二个呢 要全身关注 不要出现这种 用力过猛的情况 实际上很多时候 过游不急就在这 你没有记录到危险区域 这个位阵呢 也没有必要 下脚那么狠 是不是 而且你有的时候 判断不准的时候 下脚狠 这就是让整个比赛 就彻底翻车了 相对天津金门虎来说 我觉得现在一个大问题在于 金门虎的战术策略 并不是很好 上一场比赛 赢球也赢得 这非常的艰难 最后时刻 这个 恐怕尼奥才是 依靠 这个点球 才绝杀了对手 整个来说 球队呢 战术策略不明确 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中锋 这个 传中球 质量并不高 而且没有精心的 为这个传中球 做好战术设计 第二个呢 就是中场衔接来看 还是显得 我觉得有点这个 转换过慢 那 这也是金门虎始终 没有解决的问题 就是战术打法 你看上上一轮 这个球队呢 通过内切 然后把这个球塞的 就是打出对方 一个措处不及 那么阿代米呢 具有很好的这种 左路突破的能力 而且呢 船中的质量也很好 其实就是球队 需要坚确 要执行的一些战术当中 需要于更为 更加明确一些 而且球队今年 这个 整个中场的转换当中 容易脱节 所以防守当中 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现在来看呢 这场比赛 它是客场作战 我觉得 可能会给海港 造成一定的麻烦 但是阻挡不了 海港 这个 晋级 足协别的四强 尤其是 这个德比战 输了之后啊 这口气啊 得在这场比赛当中 在主场 完全发泄出来 也看好啊 这个海港 这场比赛呢 能够进更多的球 这就是我对足协杯 这个四分之一的 四场比赛啊 做一个展望 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